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叫名校闹鬼 与雪莉成了要好的朋友 清竹一来医院就暗恋上外科张医生 清竹就把这事告诉了雪莉 雪莉听后非常高兴 还对清竹说要帮她和张医生搭红线 可是清竹在下班路上手机来了条新短信 上面写着 清竹千万不要相信雪莉的话 她不是好人 短信是另外一个同时佳佳发来的 清竹有点困惑 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清竹故意把佳佳拉到一边 询问此事 佳佳说 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今天晚上我到你家去跟你说 说完急忙就走了 因为雪莉正要往这边来 她坐在清竹旁边说 清竹你不要跟佳佳在一起 她是个骚货 这下清竹脑子更乱了 她不知道该相信谁的 因为她从来也没有得罪 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只有等晚上佳佳来了 晚上七点 佳佳准时来了 进屋后她对清竹说 现在我把情况告诉你 原来呀 我们医院有一个特别漂亮 年轻有为的护士 叫小倩 她就是张医生原来的女朋友 清竹非常惊讶 可是 佳佳举着往下说 本来这两个人非常幸福 但是自从雪莉来了之后 医院老出怪事 先是小倩突然说要分手 可是也说不出什么理由 张医生怎么都不同意 小倩也同意不分手了 可是 在她同意那天晚上 是小倩在值班 第二天 我们就发现 小倩死在医院里 她的眼睛 瞪得非常大 像是被吓死的 而且 她就死在张医生的办公室里 张医生非常伤心 不过时间久了也就好多了 她又交上了第二个女朋友 结果情况 与前面完全一样 也是吓死在张医生的办公室里 这一次 张医生倒是不伤心了 可是她非常害怕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她这么害怕 就不说换一家医院 她说 她要换一个办公室 换了以后 她原来办公室就一直空着 根本没有人敢在这里办公 接着 又有很多年轻护士 进了这家医院 很多人都迷上了张医生 可是无论别人再怎么对她 百般殷勤 她也都无动于衷 估计 她是怕再闹出人命吧 你不知道 新来的护士 都跟雪莉成了好朋友 而且每一个都会对雪莉说 自己欣赏张医生 不过雪莉 也对每个人说了跟你说的话 后来也不知怎么的 他们居然一个个的都死了 而且 还是在张医生的办公室 也因为这样 张医生的办公室 换了一次又一次 直到有一次 我们发现时 她还没有死 可是 她只开口说了一个鬼子 就也断了气 医院为了被影响声誉 从来没有报过警 尸体也都处理掉了 院长让我们不要说 其实发生了这件事 我们都想辞职 可是有一天 我们上班时 在每一个人办公室上 都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 用血红的字写着 谁要是敢辞职 我让她成为下一个死人 这样 我们都害怕了 所以 我觉得雪莉这个人有点怪 你要小心她 听完这一段 清竹已经目瞪口呆了 她甚至 已经不敢再喜欢张医生了 家家走后 雪莉打电话来 清竹真是听怕了 不过 她还是接了 雪莉 说了跟家家 完全一模一样的话 只是把雪莉 换成了家家 清竹 摊倒在床上 她想到去问问别的同事 但她忽然想起 别的同事 也一定会因为过于害怕 而不敢说 这一晚 清竹 辗转反侧 第二天 是清竹值班 跟她一块值班的 还有另一个人 可是 她值了半个小时 就被男朋友催走了 清竹忽然想起 那个故事 她感觉周围阴纷纷的 不过 她也没有办法 到了十二点 忽然 灯都被关了 远处传来了脚步声 在空空的医院里 更让清竹 毛骨悚然 她不停地安慰自己 随着脚步声 越来越近 她看见了一点光 这时 一个女子出现在光中 她有着非常长的头发 穿着白衣服 脸上也苍白的 如同衣服一样 而且反着绿光 明明没有封刻 她的头发 却飘了起来 并且 她的脸上有着 非常恐怖的表情 好像是被吓到了一样 这个时候 从另外一边 也走来一个女子 跟前面这个女的 完全一模一样 回忆不同的是 她的头发 是短的 这两个人 飘向了清竹 清竹此时吓得 蹲在了地上 长发女鬼说 你还我命来 而此时 另一个女子 喊了相同的话 清竹哭着说 我没有害死你 不要管 不要 忽然 这个长发女鬼的脸 变得越来越黑 最后 仿佛被人吸干了血 似的 干枯起来 后来 完全变成了一幅 骷髅 可是 还留着白色的长发 穿着白袍 正在这危急的关头 忽然 两个鬼消失不见了 清竹待在原地 忽然听见 谁喊了一声 诶 怎么停电了 不过说完 立刻闭嘴 清竹仿佛知道了什么 立刻爬起来 朝声音跑了过去 发现两个黑影 她立刻拿手电筒一照 居然是佳佳和雪莉 这两个人的旁边 还有一台换灯机 其实 是佳佳和雪莉 联手想吓死清竹 清竹原本是一个 见以思迁的人 凭着自己长得好看 一直换男朋友 在清竹毕业前一年 突然看上一个男的 可是这男的有女朋友 于是清竹就把这男的灌醉 等他醒了 就说已经和这个男的 发生了某种关系 那个男的是胆小鬼 就同意与清竹交往 把他本来的女朋友甩了 他的女朋友就是佳佳 佳佳为此气得跳楼 还好被雪莉救下 佳佳发誓要找清竹报仇 但是清竹后来就跟那男的分手了 等到了这个医院 又看上了张医生 可张医生正好是雪莉喜欢的人 看着张医生对雪莉慢慢的好了 雪莉怕张医生也被清竹迷倒 于是和佳佳计划了这件事 事情水落石出 清竹很快就换了一家医院 而且成了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鬼故事 我是戴义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故事 那么欢迎微信给我投稿 微信搜NG戴义 也可以关注到我的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搜戴义 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了 就这样我们回头再见 拜拜 拜拜